第三题 将力长数为26吨每公尺的弹簧等分为5条弹簧 是回答下列问题 第一小题 每一条小弹簧的弹力长数是多少 因为题目说本来是一条长弹簧 现在把它分成5小段 因为把弹簧分割之后 弹簧长度变短了 弹力长数会变大 当把弹簧分割成5小段 则每一小段的弹力长数会变成原来的5倍 所以第一小题 假设原来弹力长数是K1 K1原来是26吨每公尺 现在把它切割成5小段之后 于是切割完如果叫做K2 因为原来弹力长数是20 切割成5小段弹力长数变5倍 所以切割完之后弹力长数变成100牛顿每公尺 所以第一小题 切割完之后每一小条的弹力长数是100牛顿每公尺 这是第一个 第二将这五条弹簧组合如右图 则等下的弹力长数是多少 第二小题 我们看图上这里 因为全部切割成5小段 所以分割完之后 每一小段的弹力长数变100 所以A这边有三条弹簧 B这里有两条弹簧 每一条都是100牛顿每公尺 所以A的三条每一条都100 B的两条每一条也都是100 可是AB的组合是左右串联起来 因此组合的弹簧 先把A组的弹簧 先三条先并联 再把B组的弹簧 把两条先并联 然后再把A和B左右两组 再把它串联起来 因此 我先求A组弹簧三条并联的结果 三条并联 我们叫做KA 这是A这一组的 并联直接把三条相加 每一条都是100 三条弹簧并联 所以每一条100 总共三条乘以3 所以A组的弹力常数 是300牛顿每公尺 而B组的弹簧KB 每一条是100 两条并联起来 所以把100两倍 因此变成200牛顿每公尺 可是 AB两组左右是串联 所以A组把1% 加上B组 200% 两项加等于弹力常数 K分之一 这个是组合的弹力常数 因此我们把两项通分 分母变成600 前面乘以2 后面乘以3 所以等于 6% 5% 这个是K分之1 而600分之5 等于120分之1 所以组合的弹簧 弹力常数是120牛顿每公尺 所以五条弹簧组合之后 等效弹力常数是120牛顿每公尺 第三小题 乘上题 如果是一个水平外力F 使A弹簧伸长10公分 则此弹簧组的总伸长量是多少 现在我们图上 让A弹簧每一条伸长10公分 所以 A组的弹簧 等效弹力常数是300牛顿每公尺 所以 A弹簧这边受力 如果叫做FA 因此 因此 FA 等于 K 乘上X 所以 A组的弹力常数 KA 等于300牛顿每公尺 A组的伸长量 题目说 伸长10公分 所以有伸长0.1公尺 所以300乘以0.1 所以有30牛顿的外力 所以FA A组 它受拉力 是30牛顿 AB串联 所以串联的结果 每一条受力都相同 所以A组串联 总共30牛顿的外力 B组所得到 也是30牛顿的外力 所以 所私人外力 这个F 也是30牛顿 因此 此私人外力 为30牛顿 这个是第四小题 可是 第三小题 现在要求整条弹簧的总生长量 总生长量 包括A弹簧的生长量 以及B组弹簧的生长量 因为A组弹簧身长10公分 所以 SA是10公分 所以我们还要再求B组弹簧的生长量 因为B组受力是30牛顿 所以F等于K乘上X B组受力30牛顿 可是B组的弹簧 弹簧常数是200 乘上XB 因此XB等于30除以200 除出来等于0.15公尺 所以B组弹簧身长15公分 所以B组的弹簧身长45公分 因此全部加起来 弹簧总生长量总共有25公分 所以整组的弹簧 A组跟B组总生长量是25公分 这个是第三小题 B组的弹簧 B组的弹簧 B组的弹簧